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小组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二章42到47节 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五旬节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部分 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 神建立了一群属于他的人 也就是说神建立了一个新约的教会 我们说起教会 教会的概念是一群人的聚集 当然教会一定不是从五旬节开始的 实际神呼召一群人出来 这个从旧约时代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教会实际是从旧约时代就已经有了 但是新约教会 我们说起新约教会 却的的确确是从五旬节开始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在五旬节之后 在耶路撒冷 神建立了一个在我们看来理想中的一个教会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些教会的一个理想的模板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使徒路加在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边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教会 或者是教会的理想 第一个在四十二节讲到 这些人聚在一起 他们都横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可以让我们知道 早期的教会 或者说神理想中的教会 它是一个学习的教会 经文中说到 圣灵与教会同在的证据之一 就是信徒都横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我们知道使徒的教训 这个就是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圣灵与教会同在的一个特点 就是会众对神真理的学习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 五旬节之后的早期教会 那就好像圣灵在耶路撒冷 开了一间学校 学校的老师 就是耶稣所委任的这些使徒 学生就是那些初信的人 那么在这个学习里边 我们看到所有的人 首先第一个 他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 就是所有这些刚信主的人 没有因为自己 他经历了那种神秘的经验 我们没法否认的 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些人 他们超自然的经历了圣灵 他们可以说方言 他们有特别的感受 他们没有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就鄙视自己的头脑 或者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他们没有去否认 或者忽视神学的学习 毕竟任何感性的感动 都需要理性作为基础 任何感性如果没有理性的支持 那最后他就会烟消云散 就会崩溃 在真实的信仰里边 反制主义和圣灵充满 这两者是不能共存的 因为在神的启示里边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这个跟我们今天 有一些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认为信仰最重要的是灵的感动 任何理性的知识的东西 这些都是限制人灵力感动的 或者说如果一定要抬一个先后的顺序 他一定会说灵力感动要远远高于圣经的真理 实际这是强化了自己的这种感动 等于说忽视了信仰的基础 任何拒绝对真理系统的了解的信仰 这个实际就是按照自己的感动 去塑造这位神 我想这个不难理解 你说我现在非常感动 那你什么感动 你怎么描述出来 你的感动有什么根据 实际感动是非常主观 非常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主观或者个人的事情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对那位客观存在神的真实的认识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看早期教会跟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属灵经验 他们就去排斥真理的学习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学习真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他们对真理的来源 真理的内容非常的清晰 他们就非常顺服 这个真理他所表现出来的 或者说真理的载体 早期的门徒们 他没有认为 说我已经接受圣灵了 那么我就圣灵 就是我唯一的老师 其他的我不需要了 这个人 世界上的人都有弱点 我还要靠他干啥 神都与我同在了 他没有 相反的我们看到 他们都是围在使徒的身边 非常渴望的去接受使徒的教导 他们在认真的说 经文中说 斥之以恒的学习 那么42到第43节呢 路加提到使徒的时候吧 他特别讲了呢 说使徒们他实际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呢 是教导 另一个呢 他就行了很多的神迹歧视 那他这样的并列性的继续啊 教导和神迹啊 他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新约圣经呢 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呢 使徒的教导和神通过使徒所行的这些歧视神迹呢 他们两个呢 实际是并列的是同等的 这都是代表了神 这都是神的见证 这都是呢 神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使徒的教训呢 这个就是神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信徒们呢 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非常顺服于使徒的权柄 我们今天顺服神呢 其实就是要顺服呢 当时使徒们的这些教导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说今天顺服神 我是顺服神的人 那么我们就要去顺服新约圣经的权威 你说我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但是我至于圣经 那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呢 他必然会去研读 并且顺服于圣经的教导 圣灵的工作之一啊 就是去引导神的子民 去顺服神的话 所以在一个教会里边呢 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怎样被传导的 怎样被传递的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呢 信仰的基础就是圣经 真理的传导和传递啊 是通过神所拣选的牧师啊 传道啊 这些做教导工作的人进行的 当一个人质疑啊 教会中做教导工作的人的时候呢 应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心 你质疑的是什么 你质疑的是神呢 还是你在质疑呢 这些人 那你如果质疑这些人的话呢 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这些人呢 如果不是质疑这些人 那么呢 很可能你是打着质疑这些人的旗号啊 实际你是在质疑神 这个呢 我们要去自己思考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早期教会里边呢 它是一个注重真理 注重真理的学习的教会 那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呢 他们彼此交接 这说明呢 早期的教会 或者是一个理想的教会呢 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 交接这个词啊 表示教会呢 过一种共同的生活 它既包含了 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共同有神啊 我们有共同对圣灵的经历啊 有共同的圣灵带给我们的感动啊 这个也包含了呢 跟别人的交往 我们付出一些东西 我们也接收一些东西啊 那这里面特别讲到呢 早期基督徒啊 他们如何分享他们的财物 那这里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啊 经文说呢 早期的教会在共享财物啊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 我们这些基督徒 也应该这样做呢 那这个回答啊 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不是 为什么呢 虽然在今天呢 耶稣基督 他也呼召他的一些门徒啊 去过一种完全自愿的贫穷的生活 但是我们会看到呢 耶稣也好 他的使徒们也好 从来没有规定呢 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 我们在经文中可以看到啊 就算是在耶路撒冷当时的教会里边 同别人分享财物呢 这个也是自愿的 第四十六节特别讲到啊 他们切在家中掰饼 可见呢 许多人还是有自己的家的啊 他并不是说呢 他卖了他的家产啊 卖了他的房子啊 他共住 就是所有人都这样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句话了嘛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圣经告诉我们充满了爱心 我们重要的呢 是彼此的交往 互相的付出和接受 并不是说呢 他非常极端的呢 要求大家呢 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弃掉的啊 这实际上呢 是一种不正常的 是一种错误的 对信仰的理解啊 那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早期的教会呢 它是一个敬拜的教会 四十二节说啊 他们都横心掰饼祈祷 意思是说呢 他们这种彼此的这个相交的 这个生活呀 它不但是一种呢 共享了对神的认识 神的感动 也不仅仅是说呢 他们能够彼此互相关怀 在生活上呢 互相关怀 而且啊 更表现在一个群体的 一个敬拜的生活里边 在经文里边呢 路加讲到啊 他们掰饼祈祷 实际上呢 他在希腊文中啊 他都是特指的 就是特别指说掰那个饼 还有呢 就是做那一个祈祷 他指的呢 实际上就是圣餐 祈祷啊 他不是一种普通的私人聚在一块 咱们凑在一块祷告一下 不是 他指的是当时犹太人 按照要求啊 他们到圣殿里边去崇拜聚会的这种祷告会 也就是说呢 圣灵降临之后呢 他们仍然在圣殿里边呢 保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聚会和崇拜 与此同时呢 他们用一个非常 呃 就是当时看来呢 一种自发的非正式的方式呢 在家中举行聚会 这里面包括了呢 掰饼 这种最后的晚餐 纪念耶稣 他去补足呢 在圣殿里边所有这些仪式的不足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了啊 说早期的教会呢 他是一个敬拜的教会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 人与人之间凑在一块啊 大家聚在一起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 就是去敬拜这位神 就是呢 在他面前纪念 掰饼啊 在他面前呢 呃 祷告 在他面前呢 去学习 那这样呢 一种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早期教会的这种崇拜啊 我们讲到这个 主日崇拜 或者是他的这种出行啊 他是一种呢 充满了喜乐 而且又庄严的活动 其实我们基督徒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 我们每一个敬拜的礼仪呢 都应该是一种庆祝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说是庆祝呢 欢喜快乐吗 为什么呢 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 他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工作 我们为什么在一块聚会啊 因为我们要庆祝呢 耶稣基督 他成就了这些事情 神的计划成就了 这是我们在聚在一起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这是要喜乐啊 那么公开的敬拜呢 也应该是庄重的 庄重的不代表着沉闷啊 沉闷的崇拜啊 实际在教会中呢 是不可原谅的 你的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神的事情已经成就了 那为什么你要沉闷呢 我们这种喜乐啊 就是不应该呢 有不敬钱的东西在里面 在主日的聚会里边 或者是我们这种聚集中呢 应该呢 带给人一个对神敬畏的心 43节讲到说呢 当时聚会这些人呢 众人都惧怕 其实描写的呢 就是这种情景啊 说神已经来到了他的城中 神就在他的子民中间 这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们 他们都知道的 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嘛 所以呢 这些人呢 他怀着一个喜乐的心 但是呢 又是谦卑畏惧的心呢 匍匐在神的面前 因为面对的呢 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 所以在我们的敬拜中呢 我们可以去思考啊 在任何公开的敬拜中 敬畏和喜乐呢 如果不能共存 那我们就误解了圣经的这个意思 一个健全的敬拜的礼仪啊 应该是保持这两方面的平衡的 喜乐而庄重 严谨而轻松 这是我们看到啊 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神给我们这个理想化的教会呢 实际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表面上看来呢 路加似乎没有告诉我们呢 早期的教会 就这一群耶路撒冷的信徒 他们是怎样去传福音的 我们如果说起早期教会的生活啊 就不能忘记 必须加上这个第47节 就是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耶路撒冷早期的这个基督徒呢 他们的确非常用心的学习啊 彼此相交啊 在一起敬拜啊 但是呢 很重要的一点呢 他们并不是说我们这120人 我们这12个门徒 我们凑在一块呢 大门关起来 我们在家里边 大家开始去祷告敬拜 学习 没有 他们 没有忘记呢 为主做见证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 圣灵啊 它是一个宣教的灵 它开始的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贯穿整本使徒 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啊 就是 借着圣灵的能力 通过宣教的见证 去传扬主的道 圣灵 他自自不倦的 不断的驱使 他的门徒们 这些教会呢 去做见证 那么教会呢 就这样不断的成长 神的道被传开 因为这些见证呢 不断的新的教会 就被建造起来了 这个其实就是 一章八节的内容嘛 在他们的身上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福音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工作来 所以早期的教会呢 一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要不教会也不可能成长 也没有今天这个教会的 这种情况了哈 那我们可以学到呢 早期这个地方教会啊 他们福音事工呢 几个重要的功课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发现呢 这是主自己的工作 因为从这句经文上来讲呢 说这是主将得救的人 加给他们 不是说呢 通过他们伟大的工作呀 他们这个善行啊 感动了很多人呢 没有 是说呢 主将这些得救的人 加给他们 毫无疑问呢 耶稣基督呢 是通过他的门徒们 再去做这个工作 因为要需要门徒 讲见证啊 但是呢 成就这件事情的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呢 是神他自己 因为只有他有权柄 把人引到他的群体中来 也只有他有权柄呢 从他的宝座上 把救恩赐下来 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耶稣啊 他同时呢 完成了两件事情 一个呢 是让人得救 他让人得救吗 第二个呢 把人加给了他们 他们是谁呀 早期的教会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神迹 让他的灵去感动人相信 然后又把这些人带到了教会里边 神迹不是呢 把人加给了教会 但是呢 却不拯救他们 也不会啊 就说光拯救他们呢 但是呢 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中去 这也就是说啊 既不会在教会中出现那种啊 挂名的基督徒 来混一混 来看一看 也不会呢 有那种游荡在教会之外的 说我是真信的 但是呢 我就是最后没有加入教会 这种孤单的基督徒啊 得救和成为教会的成员呢 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呢 依然是这样啊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 就是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发现啊 我们发现呢 就是神 让早期教会不断的成长 让人不断的得救这个过程呢 是个次序不断的过程 他并没有说啊 突然间有一天 诶 使徒步道了 哎呀 一下子很多人信了 然后又停顿了一段时间 忽然间又来了一个什么活动啊 不是的 这个传福音做见证的工作呢 它不是一个偶然举行的活动 而是呢 每天持续不断的工作 所以呢 每天都有人不断的得救 这样呢 教会的增长不但稳定啊 而且呢 没有争断啊 所以我们如果回顾早期教会呢 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啊 他们拥有的这些特色 那这个特色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各种关系来分析啊 有时候跟关系是有关的 那第一呢 就是这些信徒和使徒的关系 他们顺服于使徒 他非常渴望呢 领受使徒的教训 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啊 他一定是顺服使徒所有的教导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呢 对圣经的态度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彼此的关系 那圣经中讲到啊 他们呢 是在爱中相交 他们恒久的彼此团契啊 互相支持啊 洲际穷人啊 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呢 一定是充满爱心 互相关怀 彼此分享的啊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 他们呢 会在一起啊 敬拜神 而且敬拜神那种态度呢 既是充满了喜乐 又是充满了敬畏 用这种诚惶诚恐 充满快乐得胜的心呢 去面对自己的神 按照我们今天新约圣经的讲法呢 就是他们充满了信望爱的呢 去与自己的神去相交 他们有这种喜乐呀 有这种敬钱呢 那么有这样的啊 一个敬拜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呢 一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他们跟世界的关系啊 就是他们向世界做见证 所以他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呢 向外去传福音 任何一个自我忠心 自我满足的教会啊 如果他只顾自己内部的事物 他绝对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记得我刚才说过 说圣灵是宣教的灵 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呢 一定是个宣教的教会 所以啊 我们总结一下呢 说理想的教会 或者说呢 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啊 新约教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充满了圣经的教导 第二个呢 就是充满了爱心的团契 第三个呢 就是有一个活泼的敬拜 那第四个呢 就是持续不断的向外伸展的福音工作 那这四点都凑在一起呢 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的特点啊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那我们有一些讨论的问题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真的去讨论 那么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再见